其他焦点来关心 受到日前采云台风 还有强劲西南气流的影响 加益牡蜜养殖业者受到了重创 多数的磕棚遭到大浪袭击损毁 心血全都泡汤 有可能说疫情升级到三级警戒之后 民众不敢出门 许多餐厅也减少牡蜜的进货量 就连配送也因为物流业者 隐隐疫情无法准时送到顾客手中 牡蜜就开始滞销 没想到尚未采收的牡蜜 又因为气候的因素 全数被海洋吞没 科农们只能把苦往肚子里吞 无语问苍田 科农手起刀落 利落用器具将牡蜜壳撬开 一颗颗晶莹饱满的牡蜜 散发诱人光泽 让韬客看了口水直流 受到采云台风影响 以及西南气流增强 有部分磕棚受到强浪袭击而受损 紧接着梅雨封面又来 引起的西南气流再度来袭 造成多数磕棚毁损 牡蜜也泡汤 让科农的心血复制一句 之前没有下雨 鱼得不大 现在下雨之后 可能因为吸水 它有水比较脏 它一直吸水 所以会冒壳 所以多多少少也会有损失 带壳的话 大概是70块 然后去壳的话 大概一天是180 现在产量越少的话 价格是低也一定会上涨 科农说 往年多数牡蜜都会在五月底 六月初收成完毕 但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 情况比较特殊 全台警戒升高到三级 民众不敢出门 许多餐厅都减少牡蜜的净量 使得牡蜜需求量减少 造成滞销现象 而不止如此 现在就连配送也出问题 物流关系 它整个都没办法送 原本是隔天就到 现在大概要三天四天 有时候到一个礼拜 所以到客人的手上的话 可能也许它可能就会坏掉了 科农说 去年国内牡蜜市场 因为受到进口牡蜜的影响 价格不好 今年又因为没下雨等等的因素 造成收成不佳 好不容易中雨下雨了 却又遇到天灾 还有难缠的疫情 让他们直呼 这个年真的很难过 记得蔡重吴嘉宜报道 谢谢大家